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那作为人体最累的器官之一 心脏一生中大约要跳25亿到30亿次 昼夜不停工作的它其实非常的脆弱 爬楼梯气喘,熬夜之后心跳加速 疲惫的时候心慌 这些呢可能都是心脏衰老的信号 那心脏的内在变化也会通过体表的改变来展现出来 我们可以尝试通过以下六条线索 摸出心脏的健康状况 首先呢就是耳垂的折痕 耳朵上的毛细血管丰富并且敏感 一旦体内的血液流通变慢 那耳垂呢就会首先因为缺血有所表现 一旦发现自己单侧或者双侧 耳垂上出现一些折痕 一定要警惕动脉周围硬化、冠心病 要及早的就医 另外呢就是脖子变粗 一般情况下男性的颈围超过39厘米 女性超过35厘米 就说明这个脖子比较粗了 那从临床表现来看呢 脖子粗的人血压、血脂、血糖 这种指标呢都会相应比较高 这些因素呢与心脏病是密切相关的 那第三呢就是脉搏紊乱 平时通过摸脉搏就能感受到心跳 脉搏跳动节律归整 每分钟在60到100次 是心脏健康的重要表现 跳得太快、太慢或者杂乱无章 都可能是心脏疾病的信号 如果有节律不归整种问题呢 可以到医院的心内科做进一步的检查 那另外一个表现就是腰粗体胖 胖呢不仅仅是影响外观的 还会让心脏受累 特别是腰部肥胖 男性腰围大于85厘米 女性大于80厘米的时候 就要尽早的调整你的生活方式 另外呢就是脚踝水肿 经常久站久坐都可能出现脚部水肿的问题 但是如果排除以上因素 脚部出现不明原因的水肿 并且呢持续好几天不见好转 用手一按一个坑不容易恢复 就要警惕是不是心衰或者慢性心脏病的可能 另外呢就是脚趾冰凉 如果在炎夜夏日或者在温暖的环境当中 依然有脚趾冰凉的表现 就说明血液循环出现问题了 根源呢多半都在心脏上面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知识